我们到南昌啦 然后又回到了我最熟悉的皇冠假日 其实我订房间的时候有点太急了 就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所以我不记得我订了什么房间 好像是江景房吧 但是帮我办理的姑娘好像还是有帮我升级一下 就是把江景房调成了位置比较好的这间 晚上应该很漂亮 然后浴缸在这里 淋浴间和厕所 当然这边就是衣柜啦 室友的胃已经被前两天的饭拉得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俩今天分开吃 他点的大M 我点的老三样 这个蟹粉超级无敌香 就是我一打开都震惊了 然后这是baby-o 蟹粉配的粉 我还配了一个米饭 好啦我吃啦 刚刚忘了说 我还点了一碗红豆汤 解辣特别舒服 Morning 我们来吃早餐了 早餐超级无敌丰盛 我搞了个拌粉 然后上面还加了料 如果大家订黄冠家的酒店 价格不贵的情况下 一定要吃吃看他们家的早餐 每一次都是在水准之上 可能这也是我喜欢他们家酒店的原因之一吧 好了我们开动啦 他有看你时间吗 发现的碗然后见的碗 这还有个小笼子 我好像是有风格的 你让我踏开一共 我踏肥子 我这只帮我踏开一共 我踏肥子 这只帮我踏开一共 他走过去那边 走过去那边 走过去那边 过去那边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怎么待会可以走过来 我来 我去那边 我来 我好美啊 真的好美啊 我去那边 我去那边 在家里走过来 这还有人住的吗 这不都是写的拆吗 哇 不够重很多钱 不够重很多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吃完午饭了 现在在往八一纪念馆走 午饭吃的拌粉 还有汤 马灌汤 江西的饭真的是太好吃了 味儿也好吃 各种好吃 如果你能吃辣的话就一定要来这边 吃油已经被辣得不行了 我们现在在出口这里 对 就是八一纪念馆的出口 不能进去 因为预约已经满了 预约的话要到明天了 看一下这个铁栅栏 并不能进去 秋风店吧 希望衣艇赶紧过去 那我们哪儿哪儿都能去了 好了 走了 那是藤阁秋风 我们终于进来藤王阁啦 好大的风啊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就设字面 来 拍照 从层往隔山层上 往外往 这里还有一个八卦 哦不对 这里有一个太极 不冷哦 不冷干就烫干了 我的手在这里 我有点害怕这个高度 不冷干了 现在已经是最上面一层了 这就是楼顶里面啦 下面是五楼 室友又来买纪念章了 我来了 早饭吗 早饭吗 今天早饭了 这个也还行 你昨天买的是 我来唱吧 等之后需要给你一个 龙是在里面上吗 我去上来了 是啊 那你就出镜了 屁股羊子 什么 屁个江长虎又不行吗 不行 你就要无边走是吗 要坐车吗 要屁他老婆LISA好不好 我好 好 坐好走啦 哦 开车啦 鹏王阁 拜拜 然后过去 我们走起也没有很远 哦 那个中文在那一边 看到没有 这小的我就都不像车走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 像不像做拖拉机 这个观光车真的很逗 哎呦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我们到巴一广场了 现在站在这个国阶天桥上 走吧 我们再下去看看 这是南昌的最后一站了 其实我来之前有人跟我说来南昌可能会有点失望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蛮好呀 吃的很好 虽然确实有点辣 可能我吃辣的能力回去都要提高了 但是真的很爽 你看 纪念碑 其实现在挺亮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拍出来就成了这么暗的 我们要回酒店了 我们要回酒店啦 还没有要背背呢 还没有要背背呢 早安 我们等一下就要收拾收拾去机场了 最后再看一下南昌大桥吧 今天的天还不错 到机场了 这几天都在吃粉 那我们就来吃个面 那我们十一的八天七夜之旅就这样结束啦 完美收官 拜拜 拜拜